我们再看讲解13 我们看到讲解13 桌上有两杯水 一杯是装0.365公升的水 另外一杯装有0.534公升的水 你就来画个桌子 桌上有两杯水 啊你就跟着画两杯水 啊一杯装有0.365 来写上来0.36 另外一杯装有0.545 把两杯倒到空的水壶 哦那又有一个水壶 那结果呢还剩下 0.41倒不进去 啊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啊这里有一个水壶 啊这个倒过来 这个也倒过来 结果有都倒过来吗 水壶倒满了对不对 还有多少倒不进来 还有0.41没有倒进来 还有0.41倒不进来 好那请问你水壶容量是多少呢 这样会不会算 这两杯把它倒过来 这两杯如果都能够倒进来 是不是就两个相加 啊可是有全部都倒过来吗 还剩下0.41啊 所以这一杯水壶应该是装了多少水啊 要怎么算 0.36加0.54 把它加起来 啊0.91公升 啊0.91公升 0.91公升 然后呢 这两杯水加起来应该要有0.91 可是它是不是都 都有倒进来 没有啊 怎么样 0.41没有倒进来 所以这个水壶 其实只能装水多少而已 对 它给你一个情境 然后你就是要画图理解 找关键字画图理解 桌子是我故意多画的 那通常桌子是没作用的 通常我们会这样子而已 两杯倒在一起 还剩下0.41 你有画桌子就画了 那个桌子不用擦 只是 因为我常画 我知道那桌子没有用 你们不常画图的人 就是这样 一开始就多画 慢慢你就知道 这个桌子还是地上 还是什么 那个没有没什么重要的 好 那 好 这来我们再往下看 小月家的花园里 种花面积是11.002 好 来 我们来圈关键字 花 是11.002 基本上 基本上 关键字就是数字 以及它代表的意义 然后 草坪的草 草坪比 种花小 草坪比较小 那 这个两个面积共是多少 把共圈起来 好 那 草坪比花小 那花比较 种花的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草坪比较小 所以种花比较大 对 他说 草坪比较小 所以反过来 种花比较大 他给你的是大的还是小 种花是大的还是小的 花呢 花比较大还是草比较大 花比较大 所以他给你的是大的啊 所以要 算草坪要用减法还是加法 种花比较大 草坪比较小啊 你要算比较小的 要用减法 所以你先确定一下 是加法还是减法 11.002 减掉 0.009 好啊 这里补一个0给他 好 那把他相减了哈 这就是5 好 2 1 9 9 好 那再来 这个减完是什么知道吗 减完是草坪 那现在他要问什么 两种啊 共啊 所以这样是不是答案 不是 所以还要再怎么样 对还要再相加哈 所以呢 这是 10.9925 再加种花的 11.002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 好 感谢观看 好 再来我们再看讲解15 一颗木瓜重1.349公斤 一颗凤梨比一颗木瓜重多了 重量多了1.178公斤 好 来我们来想一下 关键是木瓜 1.349 凤梨比木瓜多了1.178 所以凤梨比较重还是木瓜比较重 凤梨比较重 木瓜比较轻 好 那么哈密瓜又比凤梨少 哎哈密瓜比凤梨少 那一个哈密瓜跟木瓜差多少 啊 这有一点复杂 对不对 我们用竖线来表示 木瓜 木瓜假设是这样哈 木瓜是这样 1.349 好 那凤梨呢 比木瓜重还是轻 多 所以是话更长 更多 1.178 凤梨 好 然后呢 哈密瓜比凤梨少了 0.208 哈密瓜 比凤梨少了 0.208 那哈密瓜跟木瓜差了多少 其实很简单 就在这里 哈密瓜跟木瓜差多少 怎样算就好了 你只要把什么呢 这样看懂了没有 我们不用去算出哈密瓜 也不用算出凤梨 本来应该是这样 凤梨应该是1.349 加1.178 哈密瓜是 凤梨算出来 再去加0.208 可是他最后要问你什么 哈密瓜跟木瓜 他问你这两个差多少 我用比较简单的数字 譬如说木瓜是5公斤 那凤梨呢 比哈密瓜 多了3公斤 然后呢 哈密瓜比他少了1公斤 我们这样来解释 那凤梨跟哈密瓜会差几公斤 以右边这个图来看 本来是这样哦 凤梨姜是几公斤啊 8公斤啊 哈密瓜 比 凤梨少了1公斤啊 所以凤梨 哎哈密瓜几公斤 7公斤啊 啊所以呢 这两个这样会差了几公斤 两公斤啊 那你从图形观察 你就可以直接知道啦 这里是不是就差 这是3公斤 这是1公斤 差了几公斤 直接怎么样就好了 三解一就好了 所以这里 你要不要真的去算出凤梨 你要不要真的去算出哈密瓜 不用 你只要把这个1.178减掉0.28就好了 好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1.178 1.178减掉0.208就好了 好 你把这个1.178减0.208就好了 所以他们差了0.97 好 当如果你有画图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容易找到比较简单的算法 嗯 好 我们再看讲解16 有两张纸条 一张长45.78 另外一张长56.32 那妹妹用两张 用胶水把两张黏在一起 啊 那把他黏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会 有 重叠的地方啊 啊 中间就黏在一起了 那黏在一起的地方是2.1啊 好 那一张是45.78 啊 啊 另外一张是56.32啊 啊 那所以要怎么办 两个加起来之后呢 中间是不是算了两次 好 那我们只能算一次啊 所以要怎么样 好 所以就是45.78 加56.32 好 就把他加起来 加起来 加起来是102.1 把这个2.1减掉 我把他招起来 哈 好 再来我们看讲解时期啊 这个宜珍 啊 宜珍跟柔安同时从公园的同一个地方出发 来把他画起来 叫做背对背 反方向啊 啊绕着公园跑步 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呢 宜珍跑了2.747 柔安跑了2.453 我们画个公园 两个人 跑步 啊 两个人 背对背 跑步 那跑到这里相遇了 一个跑这样 一个跑这样 然后他们相遇了 然后他们相遇了 好 一个呢 跑了2.747 另外一个跑了什么 2.453 那两个一起跑了多远 就是这个公园的一圈呢 所以我们只要把什么 2.747 加上2.453 把它加起来就好 好 所以加起来就是 5.2公里 这么这么大的公园 好 这来我们看讲解18 呃某数加0.154 但小齐呢 把它看成了减 结果算出来 结果是0.876 本来是要算加 结果他把它算成减 减完是0.876 那没有减是多少 这个某数是多少 好 某数就是0.876 去加 0.154 那把它加起来 好 加起来是1.0305 好 那这个某数是1.0305啊 他要问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要怎么算 1.0305 然后加 0.154 然后加0.154 1.0305 然后加0.154 然后加0.154 0.154 1.1845 1.0305 把它抄起来好 1.0305 先算出正确的倍加数 然后再把正确答案写下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小数取概数 我们指定四手路到小数第一位的话 那么我们要看小数第二位 这个四以下舍去 五以下五以上进入 譬如说如果他要我们四手路到小数第一位 我们看下一位 七是要进位 七要进位 所以呢这里就要加一 所以呢大概就是六五点四 这样子 四手路到第一位 那么我们就看下一位 四以下舍去 五以上进入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六五点四 那我们再来看讲解十九 哪些数用四手路法取概数到百分位的结果会是二呢 到百分位到百分位 到百分位看下一位 取到百分位看下一位 这个是舍去 所以就没有 那这个也是舍去 这个舍去 四以下舍去五以上进入 百分位 啊这个就会变二 啊 啊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都是 啊 那当我们小数四手路完变2.00的时候 这两个零不能删掉 啊 这两个零不能删掉 好 再来 那这里百分位是零 后面一舍去刚好 也是 2.00 啊 到四都是舍去 到了五进位就不行了 啊 所以四手路完变2.00的有这些啊 从1.995到2.004 啊 这些四手路完都是2.00 啊 那2.00的零零不能省略 因为呢 这个是四舍五路的结果 你要保留这两个零 让人家知道你是四舍五路来的 好 把这个国字抄起来 2.00的零不能省略 因为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四舍五路到小数第二位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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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还在一边 你有出错一个让 打炸了吗 这蛮简单的 好 好 再来我们看讲解20 先四手入法分别取概数到小数第二位 再算算看 来第一个四手入到第二位 把二圈起来 后面的七要进位还是舍去 进位 要看这个七啊 进位 所以进位完之后呢 哇你们现在已经改成这样了 大概就是 五点八三 啊然后 小数第二位啊 七的后面是零啊 零要怎么样 舍去啊 十二点三七啊 然后呢 再把它加起来 五点八三 加 十二点三七 一八 点二零 这个零不要省略 啊 这个零不要省略啊 因为要告诉人家 四手入 到小数第二位 下一个 先四手入到小数第二位 先把小数第二位圈起来 五圈起来看后面的六 六要进位 所以是十点五六 三的后面是四 四要舍去 所以是 减六点三三 十点五六 减六点三三 四点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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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红绳子长十一点五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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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点九一五 红绳子 比 黄绳子短多少 短就相减吗 哈 那四者入法 取概数到小数第一位 再计算 啊 所以来 本来是这样子啊 哈 十二 点九一五 我先取概数呢 到多少 小数第一位 啊 小数第一位 所以是十二点九 还有呢 这个十一点五六八 先取概数到小数 第一位 所以是十一点六 然后两个再相减 好 所以他们差了一点三公尺 然后我们再计算一下 就是十一点五六八 一 二 二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